Hello,又是我Uncle M 粤语里面呢有很多 像什么一五一十啊 一心一意啊 这种跟数字有关的词 那今天呢就整理了一些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从数字小的开始 忆贼 忤逆的人 就是那种告密者 或者是出卖别人的人 也有说法呢 以前呢因为呢用的是这个字 忆贼 所以呢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数字的写法 忆贼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 不过呢看起来还挺有根据的 依达六 我以前呢有跟大家解释过 凯雷贼是什么意思 那依达六其实呢就是跟凯雷贼一样的 carefree 凯雷贼 就是指一些可有可无啊 无关重要的这种角色的人 五三五四 又不三又不四的 所以呢就是不伦不类啊 不像样的这个意思 三五色七 就是说我们互不相识 互不认识的这个意思 嘿三五色七 不想他说那么多 三口六面 当面 当场面 对面的这个意思 这个用的时候呢 其实呢都有一个很固定的搭配 也就是三口六面 讲清楚 三口六面 插点他 面对面的把一些事情给讲清楚了 三姑六婆 这是一个贬义的词 说的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妇女 就是三姑六婆 很喜欢八卦啊 打听别人的事情啊 说别人闲话的这种人 五三七二一 五三七二一其实呢 是说的是这个人呢 在决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不管也不顾了 先做了再说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哎五三七二一 九一四五 鬼五马六 这个以前讲过的吧 复习我以前的影片吧 一般是讲这个人呢 搞到你发尼发六九五六八 这种意思的 六国大风扇 这个其实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呢 非常的混乱 就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的朋友两个人在吵架啊 哇搞的六国大风扇之类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 其实一般我们就说 这个地方或者人家房间就是乱七八糟 很乱很乱 非常之乱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有时候呢 也会拿来形容一些人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 那些人的关系非常的混乱 微妙 这个跟这个有关 那个跟这个又有关之类的 我们就会说 哇 这关系 真的是经常用了 就是说这个人呢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总之就是牛头不搭马嘴 那什么意思呢 十足十 就是百分之百很相似的这个意思 那比如说这个人 他做事情跟他爸爸非常的像的 你就是十足十你老头 最后一个 乱说二十四 乱说二十四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人呢 就是胡说八道 没那样说那样 随便乱说的这个意思 好 这些跟数字有关的粤语 你都get out了吗 学粤语 unclem 哦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